亚洲不耐老男星 很多人都成了沧桑大叔 第一位 吴彦祖 年轻时的吴彦祖颜值 可谓是无可挑剔的 从出道以来 就是很多女性观众心中的老公 男性观众崇拜的对象 随着时间的退役而今的吴彦祖 颜值崩塌 成了邋遢大叔 第二位 李连杰 身为武打巨星出身的李连杰 动作干净利落长相帅气 是多少人心中的偶像 如今58岁的李连杰 眼睛凹陷 脸上布满了皱纹 犹如70岁老翁 第三位 牧村拓哉 牧村拓哉曾是日本最强偶像 也是所有亚洲女性的梦中情人 如今49岁的牧村拓哉 法令纹有些明显 脸型的消瘦也让他略显憔悴 第四位 周星驰 当年的周星驰不仅五官非常的精致 皮肤也是挺白皙 完全就是如今娱乐圈标准的小鲜肉长相 如今59岁周星驰皱纹明显 满头白发 第五位 陈冠希 陈冠希曾是香港年轻一代电影人里的翘楚 他五官精致 笑容洒脱干净 如今的吴彦祖容貌一泄千里 曾经的美少年成了糟老头 第六位 胡歌 当初到时的胡歌脸型零叫分明 古相条件右跃 就像是一张雕刻出来的脸 可以称得上是男明星颜值天花板 而近他的脸上皮肤松弛 满脸皱纹 不过四十出头的他已经完全没了当初的风采 第七位 金城武 年轻时的金城武一张立体的脸型 搭配深邃的眼睛 真正的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曾被评为全亚洲第一帅 如今四十八岁的金城武 简直是一胖毁所有 第八位 尊龙 尊龙的五官棱角清晰 有点稀释范 风度翩翩 气质优雅 是标准的墨上公子 如今年近七十岁的尊龙身材严重走样 越来越像西方老男人 看到如今苍老的他们 你觉得谁最惋惜 十二十三岁的攻击 事阳 集质 去了 婚 hobbies 性 局 ? 原